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我曾经有视频专门介绍过 目前就像我们这些做外贸的企业 今年在做外贸途中所遇到的一些艰辛和困难 其中我单独讲过一期视频 我说现在订单不缺 但是你做完货之后你运不出去 因为国际海运已经完全乱套了 你找不到船 找不到货柜 等于是客户那边急着收货 拿不到货 工厂这边做好了运不出去 两头都着急 今天我又看到了一条消息 又不是很好 什么事呢 其实在上周 我有一个客户就曾经建议过我 他说你看你们越南有总装厂 我们国内有配件厂 我们很多越南厂所需要的配件 是需要从国内通过海运 比如说走深圳的盐田 走广州的南沙 从这些港口运到胡志明市 胡志明港 但是因为现在我刚才说过 国际海运已经完全乱套了 之前从广东 不管从哪个港口去到胡志明港 一周有两班船 这是之前正常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变成一个月有两班船 而且这两班船 它的船期不定 价格涨了十倍 所以之前有个客户就建议我们 他说要不你们就考虑考虑陆运吧 我们国内的工厂在广东 离中越边境 广西其实也不算很远 实在是找不到船 走不了海运 怎么办呢 总不能憋死在这里 是吧 总不能一颗树上吊死 两条腿走路 尝试着走一走陆运 那么前几天 我还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建议工厂 可以尝试一下陆运的方式 因为整体陆运的成本 是要高于海运的 一般情况下 那么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 我这个心彻底的就挖凉挖凉的了 为什么 最新消息 中越陆地边境 大家知道中越的边境在广西 比如说有医官 东兴市 有好几个口岸 是陆地跟越南之间的边境 那么往常 也是有很多的货柜车 我们所说的这种集装箱卡车 也是进进出出 有我们中国出口到越南的 也有从越南出口到中国的 也就是我们进口越南的一些东西 那么中国出口到越南 基本上是以工业品为主 那么越南出口到中国的 基本上是以农妇产品为主 尤其是一些热带水果 不罗蜜 芒果 香蕉 等等 那么这条消息说什么呢 就是在目前中越边境 在两侧 中方这侧和越方那侧 因为越南没有控制住 新冠疫情的原因 导致中越边境两侧一共堵塞了将近一万台集装箱卡车 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简直是太震撼了 大家你脑补一下 你平常你在路上见过那个集装箱的卡车 是吧 你看一台就那么大 对吧 一万台 当然这一万台是分布在几个口岸 一共是一万台 细分的话 大概是在越南这侧有六千台 那么在中方这侧有三四千台 加起来一共是将近一万台 那么目前因为越南的疫情 我之前曾经一个视频曾经专门讲过 因为越南政府抗疫不力 选择在疫情面前和老百姓彻底躺平 导致越南现在这个疫情 每天确诊上万 死亡数百 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内的对这个疫情的控制非常严格 你进出这些货物 我们都是要这个消毒防疫 包括你的司机 对吧 你这些越南的司机 你去了越南这些疫区之后 你得回到这个中国境内 你要隔离的 你要隔离的 没那么简单 因此现在在中越边境 处理这个防疫和清关 这个清关的这个速度 大概平均一天 多的时候 能有个500台 少的时候300台 大家知道我刚才说过 目前堵在边境 等待进进出出的货柜车超过1万台 处理的速度多的时候500台 你就可想而知 以按以现在的这个速度 就处理这些库存的卡车 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 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还不包括是吧 有陆陆续续新的货物 是吧 再进入到这个边境的附近 在等待清关 所以我相信很多 无论是我们中方的司机也好 越方的司机也好 相当一部分人 这次新年就要在 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新年 就要在边境度过了 因为也巧了 因为越南也是过中国农历新年的 全世界过中国农历新年的国家非常少 其中越南就是其中一个 这回可好 中业人民可以一起过新年了 我还看了一个记者采访 这个越南其中有一个货柜车司机 他说 目前他每一天在这个边境 等待清关的时候 他的成本 他给大家计算了一下 一天 停车费 大概是15美元 然后为了保持 冷柜里的这些货物的新鲜 我那不是说了吗 越南出口到中国的大部分是水果 你越南这么热 你不可能闷在货柜车里 那早就烂掉了 他要保持车辆的运行 发动机要开着 因为冷柜要提供冷气 这就是冷链运输 那么一天烧油 大概是15美元 这加起来就30美元了 大家听清楚 这还不包括什么 就是 这个司机他每天他自己的花费 比如说 因为他是住在车里 所以说 长途的货柜车的司机非常辛苦 他要住在车里 住不花钱 什么花钱 你吃东西要花钱 对吧 哪怕你就是借用 人家临时停车场的厕所 洗澡 都是要另外付费的 这个钱 他就没有具体说一天的花费多少了 我大概粗略估算 我觉得你看 刚开始他车和冷柜 这个费用已经去到一天30美元了 他一个人一天的花费 我最低最低最低 按照15美元算 那一天也要45美元 45美元 你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100多块钱 150 150块钱 如果停一个月 他单单是在停车场 等待清关停一个月 150乘以30 这是不是就是成本 这所谓的就是物流成本 这个成本是 在正常情况下 不需要付出的 因此我之前 我也有一个视频曾经聊过 为什么大家觉得物价越来越贵 物价越来越贵 说白了就是羊毛处在羊身上 他在运输环节当中 在各个环节当中 所导致的成本上升 最后都需要消费者来买单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 最近这两年 物价上升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原因和因素 就在这 这个基本上都是被 中间的这些物流 运输 和一些不可控的这些因素 全部吃掉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说你有些司机 需要跨境运输的话 当然有一些货柜是 他在港口把货柜交过来 然后由这边的司机再运走 司机不需要跟着车走 只是负责把车运到边境 但是也有一些司机 他是两边的 他两边跑的 那你可能就要面临 比如说防疫 你隔离 你隔离是不是 又需要支付一笔大钱 那么这些成本最后谁来负担 其实也是消费者 其实 总之 这些年 无论是作为生产 就是我们所谓的供应商 还是作为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作为终端消费者 中间有渠道商 任何一方 这几年过得其实都非常辛苦 谁发财的呢 有人发财 不是说大家都亏 有人发财 谁呀 就我刚才说的 海运 负责海运的船东 有机会我跟大家再单独聊一期 就是这两年趁着疫情 国际海运市场上 这些大的船公司 那赚的是盆满钵满 一年的利润 能赶上过去十年 二十年的利润总和 你说他是发什么疫情财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真金白银 他是自己揣到兜里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跟大家聊的就是 不光是国际海运市场 这个乱作一团 就像中越之间离得这么近 是吧 陆地有边境的 这两个国家 现在物流都是如此困难 因此 尽管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我们预测2022年 会不会好过一点呢 以我目前个人的判断 起码上半年 我们还看不到什么 特别明显的这种征兆 既希望一下半年吧 也只能如此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分享评论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